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公益团体 我们希望在让大家都知道 在社会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角落 都在做一些我们为了孩子 为了弱势的一个团体 那么在做的一些拼搏跟努力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 他们在做哪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心有余力的时候 也可以出人出钱出资源来协助他们 好 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 是善导书院的创办人 陈文静 陈院长 院长你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萧萧姐你好 院长你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善导书院好像在屏东对不对 对对对 上礼拜才去屏东图书馆演讲 屏东其实蛮大的 你们在靠近哪里 我们在屏东最平北 就靠近茂林风景区的地方 是比较属于比较偏 就是偏差一点 就在远山公路旁边 对对 哦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善导书院 它你们创办的由来呀 我知道你们是有做一些社区的服务 有一些孩子在服务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创办是由一群单亲妈妈所组成的 因为我们在本来自己的远山家庭就有一些状况 那我们就结合这些单亲妈妈带一子而家的方式 去创办那个山岛书院 然后我们到高树来是因为巴巴水灾的关系 你们在高树啊 对对 高树我知道我有去挂 那现在是高树这里附近就茂林的蝴蝶现在非常漂亮 对对对 那我们这些妈妈就在高树这里 在帮助这些单亲隔代教养 低收入原住民新住民高风险家庭的小孩 那还有服务一些社区的独居老人 因为我们在全台湾年龄最高 老人最多就是在高树新丰村 是哦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最主要是说 帮孩子找一个方向 因为在原生家庭其实他有的应该说支离破碎的 那我想在我们小时候也是原生家庭会让贫苦 那我就会想小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在帮这些孩子 未来要点一盏灯就让他有家的感觉 然后这些孩子像没有闪的 但是我们希望有一盏灯给人家的方向 不要跑错了 那只要生命是有目标 即使在泪水或汗水与水当中 我觉得他们可以发挥他们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教孩子从手心向下 我就让孩子去经历所有的一切 就是从种菜 种稻米 种芋头 种番茄 种很多东西 最主要是让你知道说每一样食物都来得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 然后去卖这些农产品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学费啊 还有我们的餐费啊 还有老师的一个 来教我们的一些经费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在训练孩子 他有谋生的能力 然后他有跟社会接轨跟竞争的能力 虽然他不一定功课很好啊 所以我们在散导书院起舞 其实一开始进来都要学习家室 所以在假日或寒暑假 他们必须自己动手做午餐或晚餐 然后在这个部分就在家室啊 那孩子多大都可以自己做 我们是从幼稚园的孩子就可以教啊 其实很多东西啊 只要我们大人也是习惯了之后 他就知道谁应该做什么 孩子透过分配跟教育其实是可以 那第二个我们有农事教育 那刚刚讲过我们孩子必须跟我们经历很多的东西 去面临到挫折啊 农产品损失的时候 农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 这样他们才会懂得去感恩跟珍惜所有的一切 那还有我们还有叫烘焙啊 所以我们有做我们是种凤梨 那我们在种凤梨的时候不是光做凤梨 我是在做食农教育一条农的方式 从种凤梨到凤梨的收成管理 然后出货 然后我们做凤梨干凤梨线做凤梨酥 凤梨豆瓣酱 凤梨豆酱油 这一系列都是凤梨 然后他们去经历说 每一样食物它是可以多变化的 然后去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烘焙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今年也成立了小小的木工班 就是带着孩子去拿那个废弃的木板啊 站板啊 来帮做检疫的 比如说桌子啊椅子啊 那就可以送到他们的家里如果有需要 或者社区独居老人 他家里的床已经破了还是什么 我们也利用木工这个部分 让孩子知道 废物利用 它还是可以创造很多的 可能还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所以在散导书院的小朋友 他不但要学习这些 他也要去做社区服务 所以他也去服务社区的独居老人 包括送餐啊 包括陪他们做运动啊 做手作 陪他们吃饭 然后打扫他们的环境 我觉得孩子 只要你有陪伴他 而且是给他一点 就是给他一点尊严 还有鼓励 真的是需要鼓励 然后他会知道说 原来我是可以这样子去帮助别人 对 因为你看 我们现在在这边教孩子也是 你要有独立自主 你要有生活的一个能力 那最重要就是孩子要有自信 还有孩子在接受别人的资助之后 他发现他自己也可以资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感恩的一个循环 院长你不要挂电话 因为我们待会要先进一下广告 然后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说实在偏乡的社福团体 是很需要帮忙的 你不要挂电话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帮大家来介绍一位 这个公益团体的创办人 陈文静 陈院长 这是善导书院 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 很多单亲的家庭 那么照顾自己的孩子 那就是一个使命 没有办法逃离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结合更多单亲的力量 一起养更多的孩子 有一些隔代教养的 有一些独居老人 都成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院长 跟大家聊一聊 说实在的 在偏乡的资源其实是比较少的 我去过高速 其实坦白讲 高速的芋头超级好吃 高速的凤梨 真的无敌好吃 所以证明我是有去过 对不对 对 但说实在的 当然我们孩子会有一个谋生的 这个技术 让你们来教导 可是说实在 有一些资源 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也常常在搬迁家园 也是需要一些资助 对不对 那书院主要的经费来源 大概是哪一些 我们主要经费是一些好朋友 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 愿意来帮忙 他的捐款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不会主动去募 那最主要我们是靠 靠我们的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散导凤梨 散导的农凤砖 凤梨书 这个是其实大家都吃过都觉得 因为我们都在做无睹的一个友善耕种 那我是希望说让孩子知道说他们这样做可以守护我们的人 可以越吃越健康 所以他们之间就会长 那个去拔凤梨很辛苦 是啊 而且我让他们知道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用我们的散导农凤砖 比如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搬来搬去必须要让孩子有个家 那接下来我们在明年有一些身经障碍的孩子会进来 那我们就必须要让他有个地方可以去学习 那本来是那个评论县所希望我们是教他们做烘焙的事情 我说那太困难 我教他们除草 然后肾脏的孩子 我们本来也有一些肾脏孩子 我们就规划让他不弯腰的菜园 他可以坐着做一些农事 不弯腰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天生我财必有用 一定有他的价值在 那现在我们偏向来出 去工嘛 让我们让孩子学习出草 他也可以去拿到他的工资 那让家长会非常感动说 我们孩子其实他还是有所用的 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赶快去建构他们的家园 所以我想应该的孩子有一个根 我都说不是青年返乡 而是青年更要榨根 让他知道他是这片土地最大的股东 他们将来要回来服务这个地方 不然以后农村真的会凋零 没有人愿意回来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比较强调就让孩子去在农事的部分 或者说在种植部分 还有生产的部分多琢磨 然后我们希望说这一次我们是真的需要赶快来盖一个家 让孩子未来有个根 那我们就去设计了一款 是今年有拿到经济部的设计奖 一块龙凤砖 书砖 它的样子就像一本书 但是它的大小是一颗砖的比率 那也就是说希望说我们透过这颗砖去募到 我们要盖房子的钱 不是只有白白就说大家只有捐款这部分 我觉得对价关系很重要 它不是被可怜 而是被肯定的 那我说过给他们爱是要给他们的陪伴跟鼓励 那大家来认购这块砖 其实是给他们最大的鼓励 一个肯定 因为说实在捐款 如果说在经济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有很多的社福跟公益团体 就会接到一些募款 比方说我股票投资有赚钱 或者是我有年终奖金我就愿意去捐献 可是这几年的一个疫情 让大家都会觉得缩一结实的 然后要拿出多余的钱来做一个捐赠的话 其实是辛苦的 我知道很多社福团体都告诉我说 他们的那个募款的那个经费 大幅的缩水 是啊 的确是很辛苦 因为我们在卖农产品 其实这两年今天过得很辛苦 尤其我们去年又遭逢一次水灾 损失也非常严重 但是当孩子跟我们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他会有所感 知道说其实虽然说有很多挫折 但是怎么样让他在挫折中再站起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的孩子 我都让他们都要学会感恩 他懂得感恩 他就会学会慈悲跟珍惜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比较辛苦 比一般的还要辛苦 要我们做什么 他们都很主动 比如下课之后 他写完功课就会自己跑来问说 啊月子妈妈有没有帮忙的 不然就跑到田里去帮忙这样 就像一个 所以很多人来到我们自己都觉得 我们不像一个社会单位 是像一个家 对对对 那温度很够啦 那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协助 需要一些物资吗 对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会告诉对方 我们需要什么 不要大家买的东西 或者说捐的时候 不是我们需要 因为我相信很多社会单位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那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像我们最近这个就在 我们最近是需要木那个砖 就是盖房那个砖 对那还有我们有已经木到了 就是现在气温非常皱 忽冷忽热 我们可以来问家 就是电热毯这个部分啦 对对对 所以还是希望说 赶快让孩子有个家啦 那我们也不能再搬家了 对对对 这个来源跟我们现在的是分开的 因为既然它是披露 就不是要公开给大家看的 应该让他们受到保护 那孩子 尤其他们在畅上之后 还要让大家去 我觉得是应该要分开来 在学习的场域 跟住的地方是应该让它分开 所以刚听院长讲了 就是说第一个 当然就是认购这个龙凤砖 对不对 然后可以让他们的家园 能够早日盖起来 给孩子一个庇护的家园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老人家 可能需要一些电热毯 如果有需要的 家里有多的 或者是你愿意买新的 那当然也很谢谢你 我知道我们好像有上瓶请具 有提供孩子一些棉被跟物资 对不对 那也谢谢这些爱心的企业 不过如果大家想要买东西 就是龙凤砖 那我想是很好的 就很容易买的 那如果说要捐赠物资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打电话了 更确定一下 我觉得确定人家需要的 再送过去 这个也很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打我们中广的美少女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希望弱势是不用世袭的 我们希望孩子有努力 他会有所回报 然后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找回他们的自信 他们有独立自主的人的能力 然后好好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主人 他们的栽种所得 然后可以让我们吃的安心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善导书院的创办人 陈文静诚院长 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屏东高速有一个善导书院 需要大家的协助 谢谢院长 也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